Hello大家好 我是Hurley 最近我有几个片子正在展映 screening 在同一个地方 已经有两个已经展映完了 一个是在4月中 一个是在4月27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明天5月3号 而且有意思的就是这三个短片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学校 那就是查普曼道奇电影学院 这三个片子都是同一个学校的项目 学生的毕业作品 然后事实上我是拍了四个展映 只展三个 还有一个没有对外展映 第一个是4月中 4月15号 展映的是这个水天衣色 讲的是西游记的 如果有关注我的节目 就应该有看到我拍摄的一个Vlog 就有讲我办孙悟空 所以我是一个孙悟空的造型 那你看这个导演非常用心 做了这么好的海报 而且还印出来也发给我们所有人 非常棒 我不在上面啊 我也是孙悟空 孙悟空的后代 这是我的儿子 女儿 牛魔王 做的非常棒 我非常喜欢这个海报 还有就是4月27号 就是在上周六举行的 那是我主演的叫金 海报也是做的很有意思 我可以给它展示一下 但是没有手上没有印出来的 那那个片是我主演的 然后拍了六天 也是在之前在我的Vlog里面 有拍过我拍摄的过程 一共有七七吧 一期是准备的 然后还有六七是每一天的拍摄的过程 大家也可以回去看 明天的这个片呢 以那个铁链女的一个背景 改编的一个故事 那我演的就是那个坏的爸爸 为了儿子买了一个洗衣服给他 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导演也特别用心啊 也每个演员都做了一个海报 趁着这次展映的机会 聊到查普曼道琪电影学院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跟这个学校的一些合作 和一些故事 查普曼道琪电影学院呢 确实还比较熟悉的 我在2014年来到美国 然后2015年就进了一个 国内的一个剧组 在美国拍摄的一个剧组 叫做爱之初 我之前也有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当时我是在制片组 然后在导演组 还有摄影组 有两位同学 就是来自查普曼道琪电影学院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认识之后呢 这个片子拍完之后 我们成了朋友 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导演和摄影 他们就是一个组 要拍他们的毕业作品 那我就过去帮他们的忙 因为他从国内请了演员过来 那个演员也是当时我们电视剧组的一个统筹 也是一个演员 非常棒 那我跟他也很熟 所以我就在在做他的助理 一直跟着他拍摄了大概四五天吧 五六天 也帮忙做了一些道具 当时做了一个棺材 我们还帮手去做了一些木工 那这是第一次2015年 跟查普曼第一次有缘接触了 那接着就是16年 然后我就跟这个DP叫做宋成 就是刚才那个他拍毕业作品的这个DP 邀请他来跟我们参与拍摄了一个短片 我制片的 然后是另外一个朋友导演编剧做的片子 就是这个 大家也看看 叫做幸福 所以这个是我最早参与的完成的一个片子 就从前期到后期一直的话 我都在跟进 我作为制片人 也是我第一个真正的主导的一个片子 这是16年拍摄完成 然后接着就是2019年 我给Nepha的一个纽约电影学院的一个导演 制片了一个片子 那他的DP也是来自那个查普曼到期电影学院的 虽然不是我直接邀请他的 但他来之前我就认识他 因为看过他的片子 就在他们学校的screening上看过他的片子 觉得他非常棒 然后那很有幸 我们这个片子拍完之后 也得到了学生奥斯卡 他入围了 那个叫做 Semi-Final 就是等于是四分之一强 那再一转就到了2021年年底 我去audition了一个他们学校的一个导演 叫做Cindy的片子 叫做The Day at the Beach 那我很有幸被他cast 然后演了父亲一个角色 那个片子刚刚好是我正式去拍片半年后 接到了一个还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导演也非常用心 我们就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做rehearse排练 拍完之后也是挺感慨 学到很多东西 那这个就是等于说第三四次跟查普曼的学生合作了 这之后就进入到了去年2023年 2023年的话 首先我在很早就投了金的这个片子的试镜 他们也是准备了很早 这个小夏导演 他大概去年的7月份就开始casting 然后我就很早就说我想试镜 一直到大概10月份就试镜了 他们上好吧 这是个体力活 两家糊口而已 也是很有幸被cast 一直也是到我这里来rehearse 他们来来回回来了六七次 跟两位演员一起 另外两位演员一起排练排练 然后拍摄6天 也是收获满满 然后终于在上个礼拜展映了 所以第三个电影是《珍》 《珍》 所以,他们在一起是在这些关系里的关系 我感兴趣,我们在創作的作品建立了一切 你好,我叫DeePeeChang 我叫Hardy,我比Jing 谢谢你很高兴的表演 接受我 and give me this opportunity to perform and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 那个拍摄是在12月的 5号开始 4号还是5号开始 那他的前两天的话 我就在拍了这个孙悟空的片 刚好那个时间就是要冲突的 后来两位导演协商了一下时间 调了一调 那就是先拍了孙悟空 然后再拍这个金这个片子 那最后一个片就是 She was a girl 也就是明天要展映的这个片子 就是最后拍摄的 大概是在2月底和3月初拍完的 我当时拍完就去多明尼家拍电视剧了 这个片子我的戏份不多 但是导演和美术也很棒 专门在他们的stage搭了一个景 搭了一个中国北方农村的 家打得非常好 然后DP的拍摄的画面也非常漂亮 哦还有一个我没有讲到是没有screening的这个片子 就是叫明灵 那这个片子是在这三部片之前拍的 去年的大概10月份还是11月份拍的 那个片子也不错 我演一个餐厅的老板跟一个混黑社会的一个孩子的感情吧 一个关系 我当时他来我餐厅吃饭 然后就是跟他聊起来 发现他是在混黑社会 然后我自己也失去儿子 然后对他就别有那种感情 就然后跟他有一个比较深的聊天之后 对他有一些改变 那那个片子我也觉得还拍的还挺好的 所以跟这个查普曼到齐电影学院有合作过那么多次 那所以的话我对这个学校也就了解比较多一些 那这个学校的今年排名是第四 No.4 所以整个美国的所有的电影学院里面排第四 我记得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 他们的排名好像还是在第六还是第七的位置 现在就上升了两三位到了第四了 他们的学校的水平 总体的学生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这个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这种动手能力 和拍摄能力就很实战 可能有一些学校他没有那么多作业 没有那么多偏拍 但这个学校的话就是我在接触的方面 好感觉他们在拍摄和在i-catching还是挺多的 正因为他们拍的片还挺多 所以我也有这么多机会去跟他们合作 这个学校的硬件也很不错 我们这个第一个这个幸福这个片子 后期也是在那里做的是剪辑 其实也是查复曼的学生 然后声音啊 福利啊 当时我都去了那边参观 对他们学校还是蛮有了解的 如果看我的视频的观众 你有一些是正好要去考电影学院 或者说是申报电影学院的话 我也可以在将来的视频里面多介绍一下我接触过的这些学校 因为我拍了那么多片 我大概到现在为止大概拍了三十几个学生的短片了 所以多多少有一些这种亲身的感受吧 就是跟他们合作的感受 然后也有一些合作的比较多的话 对那些学校那些里面的学生了解会多一些 我也可以在以后的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非常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反馈 就是你觉得就是哪些方面对你有帮助 然后你想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或者说是哪一方面的信息对你来说更有作用 也可以提问 然后我会尽我最大的可能去跟大家解答和去分享 拜拜